我來問一個問題 不生小孩跟自私是怎麼扯在一起的 我用一個想法來講 自私的對面叫做利他 那到底如果 如果有生小孩不自私的話 是利到誰 那我收集了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人有傳宗接待的責任 所以你因為自己生活不想太辛苦 或是自己什麼 不想要小孩自己的生活裡面 錢要留在自己身上花 那你就不生小孩 你就是拋棄了 或拒絕了家族傳承的責任 因為一個是小的家庭 一個就是國家會說 生育率低是國家安全危機 有沒有 台灣生育率現在世界墊底了 2022年據說才生出多少 13萬 2022年新生兒人數13萬8千人 其實在這個影片裡面 也有回顧到在某些地方 其實有權勢的人 是會強迫女性 就是女性的子宮 女性來生育 生育好像是一種 執行某種公民責任 那像有些地方甚至是 在古代沒有權力的 權勢的女性 會被他們的主人強暴 然後強迫生下小孩 甚至去販售 那到底這個責任存不存在 我自己覺得傳中接待這件事情 本質上在男女 就有點不是很平等 小孩是男生跟女生 一起生下來的 你是要傳誰的忠 傳誰的呆 就是因為基本上會講 傳中接待這個 就是可能是一個比較 父權 比較男性那邊的一個想法 然後責任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不否認 小子化這件事情 是國安議題蠻嚴重的 我是蠻認同這件事情的 我個人 對 但是我覺得講遠一點就是 那我們為什麼 那麼照顧小子化 就是可能會影響經濟啊 或幹嘛的 那早期為什麼要 農業社會為什麼要 生這麼多小孩 因為農業社會他們需要很多人力 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所以 其實他的對價也是跟經濟有關 所以我覺得這個責任 就是都是導向經濟層面 就是很現實層面 那小孩他到底是 因為你喜歡他生他 還是你是有 反正我覺得這都是利益選擇 對我來說 那翠鋒呢 如果我們站在一個 比較高的角度來看 從地球 一個比較高的視角來看的話 人類這個種族已經數量太多了 然後這個種族又破壞力超強 我甚至跟我先生開玩笑講說 我覺得人類對於地球來講 現在是個外來種 它是一個絕對強勢的生物 然後它的破壞力無可匹敵 但是我必須要重申就是說 要不要生育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可以完全是回到個人的選擇 我覺得說如果今天有任何人來跟我講說 什麼我們要 什麼要 決子決孫了啊 或者是這一類的話 我就會覺得它是一種 一種道德綁架 那如果有人家來說 就是如果沒有生小孩 然後人家來說 你看 你生活過得這麼好 你現在看起來 40歲還這麼年輕 就是因為你沒有生小孩 你看我拖這三個 你看我的貢獻比你大很多 如果有人帶這種攻擊性 大家會想怎麼回答 你要真產報告是你的選擇 我還蠻感謝他的 很感謝他就是 因為我自己沒有要生 那我很感謝願意生的 謝謝你 謝謝你為了人類的繁衍做出貢獻 那我就為了人類的快樂跟美麗做出貢獻 我們多元化社會各自有各自的角色 大家能很坦然的這樣子表達人嗎 因為我是一個蠻愛好自由 又是一個蠻自我的人 我覺得我的個性很不適合有小孩 因為小孩就等於 就是你要隨時都想著他 或是你要照顧他 不然你感覺就不是一個好的母親 好像生了沒有負責任 會有那樣子的一個壓力 對 因為我覺得我大學的時候 養貓這件事情 其實也給我滿大的影響 就那時候因為撿到貓 然後就養了 可是那時候就是我很喜歡 就是自己打工 然後出國玩 或是我常常就是 翹課不在台北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會送去朋友家 給他們顧 然後那時候就有被身邊的朋友罵 就是說你決定要做這件事情了 然後你沒有想清楚 然後你現在就是 每次要自己跑出去 或是你要追求你的生活的時候 你都要把這個生命 都給別人照顧 就是有點違背大家 對於一個母親的樣貌 所以我就是很久以前就開始覺得 我好像真的不是 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好的母親 到底我們大家的想像當父母 是多麼可怕的一個重責大任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可能做不好的話 不要危害小孩 你們講的都是這種感覺 好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我記得我聽過一位老人家 在看現在的年輕人 就不想生小孩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還沒有生小孩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們現在都把生小孩的 條件設定得非常的嚴苛 他說像我以前養了六個小孩 我就是很窮 我們就是很窮 然後衣服就是從第一個 穿到第六個 中間性別還不同 可是他都刻意買 男孩女孩都可以穿的衣服 就是第一個穿到第六個 可是你們現在就是想像的狀況 就不一樣嘛 就不一樣 他說所以他很反對 是因為做不做得來 而是預設了應該怎麼樣 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想問蘇惠理事長 就是到底我們對於 當父母的這種重責大任 這是不可改變的嗎 因為這樣甚至很多人就卻步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現象 還是裡面有什麼我們可以思考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育齡父母的世代 是生存在一個很辛苦的世代 我覺得他們絕對比我們的父母 那一個世代還要來得辛苦 因為我們的父母那個世代 沒有那麼多的消費主義 需要把你的每個月的薪水花光光 我們父母的那個世代 生存相對是比較單純的 但是即便是如此 我都非常有印象 我的媽媽會在我進入青春期 準備成為小姐的時候 不斷地告訴我 以後可以的話你就不要結婚 你一個人過會很爽 但我後來還是選擇結婚了啦 但是我要說的是 的確這個世代它讓我們感受到 很大很大的壓力 那個不僅僅只是我的父母或我的師長 我的長輩對我們有什麼期待 而是整個社會的驅動力 就是會不停地提醒我們 要到達某個標準 好像才會成為這個社會認同 或者是大家願意認同你的一個標準 而那個標準呢 它其實廣泛地適用在所有的角色吧 不僅僅只是父母 我覺得教養的責任重大 舒惠說出了一個其實 現在如果比較年輕的一代 要感覺自己夠好 可能比以前更困難 所以大家感覺自己夠好到有餘育 再去養照顧幫助創造一個生命 我真的覺得它有連帶了很多的 覺醒跟壓力 不過這樣子當我們選擇 剛剛這樣想了 我們選擇說我要掌控我人生 不要隨隨便便地加入小孩 這個我可能沒有辦法做得很好的部分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種內心焦慮或外界的指責 是說自私